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99.7 爱乐电台FM99.7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老鼻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上一个礼拜聊到好开心的主题 圆杂剧 再次为您邀请到了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的张启峰教授 启峰你好 嘉瑜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个礼拜启峰跟我们聊到了这四大美女之一 王昭君 同时也从圆杂剧里头跟我们分享了马志远这位作者 那我们今天呢 好像还是进入到四大美女当中的另外一位美女 那作者呢 也是圆曲四大家当中的另外一位剧作家白璞 白璞 好 我想我们对白璞应该大部分的人都跟我一样 我们只是在历史课本里头曾经念过这个名字 但是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子的剧作家 其实好像这个印象是非常模糊的 对 就整个的一个生平上面来讲 我们对于白璞可能认识的 要比关汉清拉 要比马志远要多一点点 那比如说我们比较明确的知道 根据学者的考据 他是1226年出生 1306年过世 那这个是相对准确的一个年代 那我们之前有提到 比如说像马志远 关汉清都很难知道切确的生祖年 所以呢 相对于此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 整个白璞的一个生命历程呢 当然跟他们也是不太一样 他是官家子弟 他本来的名字呢 是恒 恒心的恒 字仁甫 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朋友听过是白仁甫 他后来就改了字 太素 然后呢 号叫做蓝谷 蓝花的蓝 幽谷的谷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蓝谷就可以了解到 他在世人当中的这个蓝花跟世人的一个连结 从他的字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的马志远 他后来呢 号冬离 那采取冬离夏的这个意向呢 就悠然而生 所以那其实他们的号跟本身的一个选择 或是他的特色呢 其实呢 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刚刚提到过 他是出身金代的一个官僚家庭 那他的父亲呢 曾经任职金朝的书命院的判官 是很有名的文人 但是呢 他所处的年代 白仁的年代呢 其实呢 又是一个面临蒙古军南宫的这样一个年代 所以呢 当蒙古军呢 攻入了这个 他们当时所住的开封 其实呢 他的父亲白华呢 就随着哀宗呢 离开 那他跟他妈妈呢 就留在原来的地方 但是呢 后来也因为蒙古军入侵的关系呢 母子失散 他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妈妈了 那爸爸又远在他方 他呢 就年仅七岁 就由他爸爸的好朋友 袁浩问来收养 袁浩问呢 也是啊 金元之间非常重要的文人 所以呢 袁浩问呢 对他非常的照顾 当然呢 还有包括白仆的学问 因此呢 长大之后 有因为这个从小跟妈妈生离 然后呢 爸爸又有一段时间不在身边的状况之下呢 他终身未逝 那到了元代志元17年的时候呢 他移居到了现在的南京 作为一名在野的民事 那专注于诗酒跟杂剧的创作 所以呢 我们可以发现 目前我们根据研究 白仆的杂剧作品呢 大概有16种 那存在世上的呢 有三种分别是梧桐玉 然后呢 是墙头马上跟东墙剂 哇 这都很有名 是的 感觉起来白仆其实很坎坷 小时候就流离失所 是的 所以一生也没有当过官 对 他其实是刻意不当官 就是元代其实有邀请他出来 但是呢 他终身不愿意 我想这个就是根据学者的研究 他小时候的阴影太深了 跟妈妈分别的这个状况 原因就是因为蒙古军男亲 好像是妈妈他们都被送去为奴 是不是 那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生离的经验 对 尤其是那么小的年纪 六几岁的时候 好 所以由于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过程 当然呢 也某一个程度反映在他的剧本上面 那我们刚刚提到 目前现存的有三个 就是墙头马上东墙剂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爱情剧 那梧桐语呢 有的学者把它分为历史剧 或是历史爱情剧 都是可以说得通的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墙头马上 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了 元杂剧它有一个篇幅上面的限制 就是四折的部分 所以你如何在四折的有限篇幅当中 来讲到这些俊男美女的相遇 跟他们之后的一个发展 其实呢 剧作家都非常的慎重 来选择重要的情节 那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说 可能很多朋友在节目里面 常常听到是明星传奇 明星传奇就像连续剧一样 他可以非常详细的来演出 男女主角相会 然后呢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动 对 做一个梦 那最后呢 你还不敢跨出一步的 这样的状况 但是呢 如果这样的描写 放在元杂剧 可能它的第二折就已经用完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 其实我们在看元杂剧的部分 会发现 它一般来讲 它的结构 当然就是很稳 很固定的就是四折 但是二方面呢 它的情节啊 大概是属于块状的一个 情节的一个结构 怎么说呢 就是剧作者 他必须要选择重要的情节呢 放在剧本里面来呈现 那也有人认为说 它四折的这个结构 有点像是我们提到的 起承转合 所以呢 第一折第二折 有怎么样 第三折 大概呢 有个很大的一个冲突 然后呢 呈现第四折 就是要解决出来的事情了 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第一折是起 所以呢 比如说以墙头马上 这个非常具有特色的 这个作品来看呢 那墙头马上 他讲的是唐代的尚书 裴行俭的小孩裴少俊 他到洛阳去买明花 那在洛阳的途中呢 看到了李世杰的一个女儿 李千金 那他们呢 隔墙以诗来证达 但是当晚男女主角就在一起了 而且呢 正在成起好事的时候呢 被女主角的奶妈看到 然后呢 两个人就私奔 私奔到了哪里呢 到了男主角家 所以呢 一去就是好几年 然后呢 男主角的爸爸完全都不知道 那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呢 已经有了一双儿女了 那之后呢 被男主角的父亲发现了 那经过了很多的测试 其实是刁难之后呢 女主角呢 只能黯然回到家里面 但他回到了洛阳的时候呢 爸爸妈妈都已经过世了 最后呢 是这个男主角 裴少俊 重了近视 那正式呢 跟李千金来完婚 但是但是 事实上 他们两个早就 有婚约在身 只不过彼此不知道 这个梗其实很有效 就让他们一切的 所谓的 合理化 对 不合理的都合理的 不合法的都合法了 那观众都知道 只有剧种人不知道 这是一个很有效果的一个手法 那这个手法呢 其实我们在明代清代传奇 也都可以看得到 是这个状况 是是 这个作品其实很有名 包括我们前几集的 节目当中有介绍过 而且好像在最近 这个如意传里头 真的 这个皇帝跟他的皇后之间 也是因为墙头马上的 这个戏 而彼此 不许了终身 所以一直到现在 摆谱的这个作品 其实都还是在舞台上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尤其是用金句的形式 有金句也有 婚曲也有 其实都是一个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剧目 特别是女主角 如此具有积极的行动力 那这样子的一个积极性呢 说实话 真的在明代清代的传奇当中呢 有关于女性的主角当中 比较少 真的是比较少看得到 这样的状况的 所以这个原剧 真的给我们看到 非常强韧的这种爱情观 或者是个性跟生命力 是的 这个其实也是原杂剧 它在人物设定上面 特别是女性人物设定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那相对于此呢 好像男主角就比较有点像 小闹闹的情况 这个包括很有名的 关汉清的喜剧 赵胖尔风月旧风尘 也是这个样子 那不是全部的男主角 都小闹闹了 但是相对于此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原杂剧里面 女性为主角的 这样子的一个淡本呢 其实呢 他有很多的人物呢 他的形象是非常鲜明的 他的能动性呢 是非常强的 而且呢 他对很多事情的积极主动 甚至呢 可以掌控全局 好 这也就是白浦非常有名的 这个墙头马上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呢 就是他无法掌控全局 的一个红颜 那是不是祸水呢 就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可以来看待 那就是白浦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剧作 唐明皇秋叶梧桐雨 我们一般来讲 就简称梧桐雨 那梧桐雨呢 当然讲的就是 唐明皇跟杨贵妃的故事 但是呢 其中还有一位 就是安禄山 是 这个也很特别 好像在长恨歌 长恨歌传里头 其实并没有什么 安禄山的角色 是的 其实呢 梧桐雨里面 我们非常清楚的 可以了解到 白浦呢 他在情节当中 就安排了安禄山 跟杨贵妇之间 有了私情 那话说从头 其实呢 一开始呢 也是从蝎子里面来讲的 那安禄山呢 他因为延误的军机 然后呢 兵败被绑 本来要被斩了 后来呢 他们就把他 押介回长安来面胜 那到了这个 唐明皇的面前呢 因为安禄山很会讲话 他就说呢 他会十八般武艺 而且呢 能够通六番言语 那唐明皇就问说 你这么胖 那你这个肚子里面呢 到底装了什么 安禄山就说了 这是剧本写的 唯有赤心耳 赤胆忠心的赤心 真的是 你看多么会讲话 对 所以呢 因此呢 他不仅没有死 还受风 而且呢 不仅受风呢 还当了杨贵妃的干儿子 所以在蝎子的这个部分呢 情节其实呢 他的铺排跟进展呢 其实就很快速 那我们在蝎子跟第一则当中 也可以了解到 其实呢 不仅仅是安禄山的台词 或是呢 这个杨贵妃的台词 都明白的表示了 他们两个之间是有事情的 那当然 随着故事的进展 到了第一则呢 是讲七月七号这一天 七夕那杨贵妃呢 跟唐明皇呢 在长生殿来欢宴 他们两个呢 就蒙世 希望呢 生生世世为夫妻 到了第二则呢 当杨贵妃正在品尝 她喜爱的荔枝 然后呢 却听到了这个 安禄山谋反的讯息 所以呢 全部的人都要仓皇逃难 要往四川 那个地方过去 第三则 到了马维义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的发展呢 我相信各位听众 大概都耳熟能详了 就是呢 杨贵妃 她根本过不了马维义 她的哥哥被杀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轮到她了 即使唐明皇如此的爱她 还是没有办法保护 唐明皇自己心爱的女人 只能呢 让她自尽 但是也犹豫这样子呢 她才能够得到军队的保护 然后呢 继续往四川逃难过去 到了第四则 就像我们之前在讲到 汉公秋的状况一样 第三则 女主角已经过世了 第四则 男主角要做什么呢 是 就是思念 思念 后悔 再思念 当然还有后悔啦 好 所以呢 第四则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 那唐明皇呢 已经交出了 政权堂位的太上皇 他就闲居西宫 陪伴着他的呢 也就是垂垂老矣的高丽氏 那他们呢 把贵妃的画像悬挂起来 然后呢 由唐明皇一再一再的思念 那当然唐明皇 在梦中也梦到了杨贵妃 可是呢 好梦一醒 醒来之后呢 听到了屋外的梧桐雨声 那当然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一再的思念 一再的后悔 一再的懊恼 一再的心情不开心 那外面的雨呢 一再一再的下 还越下越大 最后呢 就在外面的梦桐雨当中 他止不住 对于杨贵妃的思念 而泪满一惊 哦 所以梦桐雨这三个字 其实是在第四则里头 被点出来的 是的 是 好 我想聊到这边 大家大概都知道了 哦 原来白浦的梦桐雨 是这样子的铺排 他的四个折子 是的 那至于 为什么后来梦桐雨 又会被后人 给予了这么高的评价 我想我们稍稍休息一下 我们在节目下半段 再来请启枫老师 跟大家好好地聊一聊 那但是呢 我们接下来要听的 这一段音乐是 当然现在已经听不到原杂剧的演唱了 是 但是呢 梦桐雨这个剧本对于后世的影响非常的深 所以我们要听的是清代鸿生所写的长生殿里面 第24出金便里面的几支曲子 我们要听的呢 主要有两支曲子 是北中旅粉蝶儿 然后呢 接南气炎回 那北中旅粉蝶儿呢 其实他的曲词跟梦桐雨第二者的中旅粉蝶儿非常的相近 梦桐雨里面的这个中旅粉蝶儿的曲词呢 我接下来念一下这个长生殿的曲词 也是同样的北中旅粉蝶儿 他就说了 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比较就可以了解到说 当然梦桐雨他的曲才有一部分来自于长恨格 可是他对以下的这个创作呢 也有很直接的影响 那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就是这个最明显的一个状况 所以才会请各位听众听一下 长生殿第24出金便里面 一开始 其实现在昆虚演出把它叫做小燕了 小燕一开始的开场的这支曲子 然后呢 再加上南气炎回的这个部分 好 我们一块来欣赏 还欣赏 离长空送航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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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黄青青绿 红绿 鸣 鸢 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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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向归坏 复在 奴婢高丽时接驾 请问四爷娘娘夏年 百岁飞自镇孔地三不一回 夏天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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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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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特别邀请到了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张启峰教授 跟我们聊一聊在原杂剧当中的梧桐雨 那么启峰刚才谈到梧桐雨 他里头的一个描述 唐明皇跟杨贵妃的故事 我记得在上个星期 您曾经在马志远《汉宫秋》里头 曾经讲到文人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故事 其实跟历史的事实 其实是有差距的 因为他们有一些自己的心理会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上 那我不知道在梧桐雨 他的作品跟史诗 他之间的距离又是什么呢 是的 其实我们从几个资料可以来 先让大家了解一下 最主要的就是唐明皇跟杨贵妃的关系 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 他们其实原来是公公跟媳妇的关系 他原来杨贵妃在17岁的时候 受封为寿王妃 就是唐明皇的儿子的妻子 但是后来呢 唐玄宗以为他的母亲祈福的名义 来让这个寿王妃出家为女道士 道号作为太贞 那到了天保四年 其实呢 是刚好杨贵妃27岁的时候 那他就被迎入宫成为了贵妃 这个时候呢 唐宗宗已经61岁了 那我们根据历史的一个记载 可以了解到 杨贵妃在马维波香肖玉允的那一年呢 是西元756年 也就是他38岁的时候 那我们唐明皇是72岁 哇 所以事实上真的是一个黄昏之脸 是 对 但是呢 我们刚刚提到了 其实在唐明皇的这个认知当中 他认为他找到他想要的一位美女或是女性 但是相对的从梧桐宇的剧本里面 我们可以了解到 其实到底杨贵妃对于唐明皇的真心有多少呢 我们刚刚之前就提到过了 其实在梧桐宇里面呢 非常清楚的就是杨贵妃跟安禄山有私情的这条线 而且这条线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连杨国中都知道了 所以是闹得大家都晓得的 可能只有皇帝不知道 那这个其实就是会连结到说 我们待会要介绍的这个第四者 到底唐明皇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爱情故事 是一出独角戏呢 还是真的是两个人爱情没有办法有结局 他是不是真的只是爱上了自己想象所建构出来的杨贵妃 而不是真实的那位杨贵妃呢 就是我们可以从情节安排了解到他们有私情 可是呢 我必须还是从剧本的情节来看 唐明皇似乎都不知道 从他的曲词 先生永远都不知道 那这个就是会让我们来更加来探讨他的这个所谓的悲剧的深度了 你其实对于自己的理想的一个对象如此的付出真心 其实呢更加能够增加他的一个悲剧的一个深刻度 所以这个也是梧桐玉他很奇特的一个书写的方式 所以呢 从白剧义的长恨歌 然后呢 其他相关的作品 一直到了当代都一直有杨贵妃跟唐明皇的一个创作产生 那甚至像当代日本的小说家孟整摩 就是写阴阳诗的那位很有名的小说家 他写了一部非常长篇的沙门空海 其实讲的也就是杨贵妃 他对于爱情的一个执着 那当然我们了解到日本文化当中呢 杨贵妃有他非常独特的一个地位 但是拉回来看 我们可以看得到创作者 他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真实 来作为一个他想要创作的一个视角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当然在明大传奇 也就讲杨贵妃的故事 可是呢 更具代表性的吴宁市清代的传奇 也就是鸿生所写的长生殿 那我们可以了解到说 吴童语这样一个异象 当然是从长恨歌来的 长生殿这样的异象 当然也就是从长恨歌过来的 特别的是鸿生他在一个说明当中 他特别强调了 他这部剧作要进山杨飞会诗 也就是说他把杨贵妃跟安禄山 所有的部分完全不处理 八卦的部分都 是的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在吴童语里面呢 安禄山是既要美人也要江山 但是呢 在长征殿里面呢 安禄山就是只要大唐江山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同样都是从史实的一个发展 但是呢 在不同的剧作者 他有不同的视角 他会产生不同的一个内容 当然对于这些史实的运用呢 也就有不一样的一个差别 那另外部分 比如说京剧很有名的 《太正外传》啦 或是呢 《贵妃醉酒》 或是呢 《歌仔戏》 其实呢 也有长生殿的演出 那更不用说 近来有很多的 明清传奇的一个复演本 那很具代表性的长生殿呢 其实呢 就是由建国工程 所制作的长生殿 那那个呢 其实呢 是一个非常精细 浩大的工程 那另外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是王安禽老师 他在他的剧本 《水秀与烟织》里面 其实呢 也呈现出了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个是 在整个的一个剧本当中 剧作者呢 如何出之于时 而用之以虚的一个创作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很多不同的面向的 杨贵妃跟唐明皇之间 的一个爱情故事 那我相信 历史上会给予他 这么高的一个评价 一定也是他在文字啊 铺牌上面 非常有他的一个特色 是的 其实呢 像我们上一个礼拜 介绍的马志远 他可以说是呢 在原杂局当中的文采派 文采派 文采派 很富有文采的那个文采派 那白璞呢 其实也是 他也是文采派 他也是文采派的 一个代表作者 那在明代初年 朱全的太和正英璞 对他的词 其实也有很高的评价 他说白人府之词 就是白璞的这个文词呢 如彭团九霄 然后呢 词源潘佩 有一举万里之志 一关于手 那你看 在对于马志远的评价 是一列群鹰之上 但对于白璞的评价 是一关于手 相对都是 对他们两个 是非常高的一个赞誉 但这两个赞誉 有什么差别吗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彭团九霄 跟朝有明风 那当然是 凤比彭 要来得更高阶一些 然后呢 在后来的评价 比如说清代的 也有人认为说 元人勇马为士 无律术诗家 就是说元代人 写马为波的这个 写杨贵飞的事情 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呢 以白人府的 梧桐语为最好 那像近代的王国瑜先生 他在人间词画也提到了 白人府秋叶梧桐语 据成雄悲壮 为元曲冠冕 哇冠冕 是的 带来光怪的 对对 他对于这个吴桐语的评价 可能高于汉空秋的这个评价 那但是呢 因为吴桐语 他里面的女主角 是一个 在剧本当中 应该是红颜家祸水 那当然就不像 王昭俊一样 以身训汉 表现出壮烈成人 还有呢 他的民族节操 其实呢 这个人物的塑造 其实呢 就很不一样 但是呢 相对的其实 这两个剧本呢 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剧本 他很像是双胞胎的剧本 怎么说呢 第一个 他都是由皇帝来主唱 是由汉元帝来主唱 是由唐明皇来主唱 第二个 他们的结构都很像 当然最明显的就是 我们上次在提到 王昭俊的时候就说了 在第三则 王昭俊已经死掉 那第四则 汉元帝要干嘛呢 就是无尽的思念 对 对不对 那到了吴童语 其实也是这样子 所以呢 等于说这两个剧作 他很大胆的 在第三则 就把叙事的功能呢 就让他发挥完毕了 故事都讲完了 对 我们第四则 看不到任何 推动的这个情节 在里面 那我们可以了解到 原杂剧 它的篇幅何其的珍贵 对 才四则而已 你如此大胆 三则就把故事讲完 第四则拿来勇叹 拿来抒情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其实呢 它在整个的原杂剧的 历史上面 有很特殊的地位 那从结构上面 第四则是纯然的抒情 那有很多的一个情绪呢 都可以充分 在这一则里面呢 得到发挥 那除此之外 他们也不是只有光唱而已 其实呢 在唱词里面 剧作者运用了不同的物件 来作为互相的对照 比如说 在汉宫丘里面 第四则是孤燕的 名叫的声音 而且呢 连续出现了五次 那这个孤燕 当然不是只是一个 空中飞的孤燕 的这样的意象 其实它是连接到了 汉原地本身 它的心境 是 然后还有它的所处 就是孤燕一支 其实呢 也没有其他的人 可以来填补 它思念的这个情绪 那相对于此呢 在《吴同语》里面呢 白璞 它很大的篇幅 用了23支曲子 在第四则里面 我会特别强调 23支曲子的原因是 一般来讲 原杂剧就是一个 正末主唱 或者正代主唱 那每一则可能 9到16支曲子 就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要想象一下 男主角 女主角 一唱要唱四折 对 很累 它到了第四折 竟然那么多的篇幅 23支曲子 远远超出于16支曲子 这么多 它让男主角一直唱 一直唱 一直唱 而且呢 它这个唱 是有层次的一个进展 从它思念 然后呢 在室内 觉得闷闷不乐 到外面花园里面去看 可是呢 举目所及 都让她回忆起以前 跟杨贵妃的幸福美满的时光 心情当然有更不好 又回到了宫内 然后呢 就昏尘睡着了 在睡梦中 梦到了杨贵妃 然后呢 杨贵妃就说 今日殿宗设宴 公额请主上复席咱 这个时候 正末就唱了 她看到了这个侍女来报 然后呢 太真妃呢 要邀请她过去 但是呢 过去之后 没多久 但就离场了 正末也因此就惊醒了 才知道说 原来是美梦一场 但是呢 同样的时间 外面已经开始下起雨来了 而且雨是呢 时奏时歇 时强时弱 这些种种的变化 都透过了白铺的曲词 借由唐命荒之口 唱了出来 让我们了解到说 这个雨 在整个的一个思念过程当中 所扮演的一个功效 也了解到 下在梧桐树上面的雨 它所代表的不同的意义 因为梧桐树 对于唐明皇来讲 是一个回忆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她跟杨贵妃 在梧桐树下 美好的过去 那所以呢 到了后来 她在第二十三支曲子 也就是最后一支曲子 《黄中煞》里面 这支曲子很长 到后来呢 有几句 她是这样唱的 真凉来这一消 雨汉人紧思熬 半铜壶点点敲 雨更多泪不少 雨湿寒烧 泪染龙袍 不肯相饶 共隔着一树梧桐 直低到小 音乐到这个地方 就结束了 所以等于说 用一个最饱满的一个ending 来呈现她最沉痛的一个心情 同时在这样子的一个曲子当中 我可以了解到 白璞她就是把唐明皇 跟外面那棵梧桐树 合二为一了 唐明皇既是梧桐树 梧桐树也是唐明皇 外面的雨下不停 唐明皇的泪也流不停 最后两个其实呢 通通在比赛 这个其实是在抒情的比法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种现象 就是以警写情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绪高点之中 结束了音乐 也结束了全局 所以我个人对于这则呢 其实是非常喜爱的 因为就艺术的纯粹度来讲 它甚至远高于 我对于汉宫丘第四则的评价 因为汉宫丘 他虽然用了咽叫声 非常贴切的一个运用 但是到最后有个讯息 就是呢 毛元兽被押回到了汉朝 汉元帝知道的状况之下 就说好要斩了毛元兽 那因此呢 也就结束了 当然这个就故事的完整性来讲 有它的必要性 可是在整个的一个 艺术纯粹度上面来讲 我反而会觉得说 好像看不到 汉元帝知道了 王朝军训汉之后的一个 心情的表达 他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没有呈现的 就不像 梧桐与第四者里面 如此的一个饱满 启峰老师这样讲 让我觉得好像看到了两部电影 一部电影 它是最后是用一个 斩了毛元兽 作为一个结局 是用故事线 但是另一部电影呢 它那个镜头 可能从唐明皇的脸上 他的泪 慢慢移到了窗外 与打在了梧桐树下 我感觉白仆的这个东西 好像更符合这种 现代人对于情感表达的 某种意境的想象 对 因为白仆 我真的觉得 他用了很多的心思来营造 他是非常有层次的 然后慢慢慢慢引导到 他最后要讲的这个主题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了 镜头的运用 其实让我联想到了 马志远他在汉宫球第三者 他也有两支曲子 充分运用了这样子的 一个镜头的概念 来呈现这个汉元帝的 一个内在的心情 我们上个礼拜讲过 第三者汉元帝 他去送行王朝军的时候 眼看着王朝军 随着匈奴的人马越走越远 他人还在外面 已经开始想着 今天晚上之后怎么办了 因为王朝军已经不在他身旁 所以马志远在第三者里面 用了两支曲子 分别是梅花酒跟收江南 也就是一方面可以看得出 马志远对于文字运用 跟创作的技法 第二个是我个人很喜爱的 他其实是用镜头的带领 让观众一看他内心思念的 一个究竟 请特别注意一下 我待会念的这个是 他的一个曲词 可是汉元帝的人 其实还不在宫内 但是他的镜头是 由大到小 由远到近 由外到内 带到了整个的 汉元帝的内在的心情 他的梅花酒是 曲子是 因为是秋天了 所以刚刚提到 都是秋天的一个状况 接下来精彩的部分 他他他 伤心慈悍主 我我我 携手上河梁 他步纵入穷荒 我轮于返贤阳 返贤阳过宫墙 过宫墙 绕回廊 绕回廊 进郊房 进郊房 月昏黄 月昏黄夜生梁 夜生梁气寒江 气寒江 绿沙窗 绿沙窗 不思凉 接着收江南 呀 不思凉除是铁心肠 铁心肠也筹累低千行 美人图今夜挂朝阳 我那里供养 便是我高烧银竹照红庄 所以最后的镜头 其实就是集中在 他把王昭俊的画像挂起来 点了蜡烛 中叶思念 对着画像思念 但是这个时候 他的人都还没有回到宫内 所以等于是一个 内心情境的一个镜头待影 我们从外面的 然后到了咸阳 然后到了宫殿里面 到回廊 开始要到后非的房间里面去 他根本不敢进去 因为人不在里面 那个时候秋天已经到了 所以夜深凉气寒江 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了解到 其实作者不管是马之远 或是白仆 他都用了秋天这个意象 汉宫秋 秋夜无同语 都是秋 秋在中国北方 有非常萧索的意象 当然在台湾秋天 大概没有什么了不得 没什么感觉 我们不太能够从文字 可以想象跟连结 但是请设法让自己 是在中国北方的那个秋天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特别的一个带领 让我们了解到 从外而内 到达汉原地的内在的心情 而这样一个手法呢 一般来讲 我们称为顶真须麻 有点像接龙啦 比如说 接龙 对 返仙阳过攻墙 过攻墙绕回狼 绕回狼进交房 那么之类的 类似这样的部分 他一再重复 也是一再强调那个地点 所以让那个地点呢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明晰 越来越到 汉原地的心里面 一步一步这样推进去 是的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呢 上礼拜有提到说 马志远的文字风格 是外枯中高 这样这个部分就是一样 他其实没有太多 灿烂华丽的字眼 可是呢 他层层深入 非常难得起咀嚼 是 哇 感觉起来 元代文人 他们在文字的运用上面 其实跟我们后来 在昆曲所了解的明代的文人 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 相对于明清传奇 我会认为说 元杂剧的剧本 其实是比较好读的 他其实 当然这个跟元代的 整个时代的一个文学创作 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连带关系 但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元杂剧 他有很多的类别 他的文字风格 相对于整个的明清传奇 是相对于容易阅读的之外 其实呢 他有很多的一个情绪的表达 也是跟明代清代文人传奇 当中所表达的模式 其实是不一样的 是 好 我想经过这样的介绍之后 大家应该对元杂剧 稍微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 真的非常非常谢谢启峰老师 连着两个礼拜 借着两大美女 带着我们认识了元杂剧 那么节目最后呢 我们要再来听一首 这是 接下来要让大家来听的呢 其实呢 也是从鸿聪的长生殿 第二十五出《马玉》里面过来的 它其实呢 可以对应到吴童语的第三者 是杨贵妃在马维义 香蕭玉允的这个情节 好 那我们在音乐声当中 也非常非常谢谢 张启峰老师 为我们做这么详细的 介绍 非常谢谢启峰老师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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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通共产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通《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lud面子与点栏目 advocacy wer Lydia vlog Chairman,彼此更多 如 entirety,帮 acre事宁与点栏目 dzień, gren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报终胜 万岁爷 娘娘既慷慨元身 往万岁爷 以社稷为主 勉强 割 了吧 杀 非此 你今 此一世次 朕 已足不得之量 告你时 有 这得大一匹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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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请到后边去 一带红衣 我为君心 赏心 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